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相亲的朋友 排行欧 排行欧 欢迎继续收看《勤务辅导》 我是SainBerry 今天的特别来宾是郭宝慎牧师 你们知道5月1号 有一个叫做五一共证 常看我们《勤务节目》的人 大概不陌生 但是假如你没有注意到 这个五一共证的话 今天我们请郭宝慎牧师 来跟大家讲一讲 在美国这个地方 很多中国的异议分子 或是知识分子等等 他们有一个五一共振起来 各位晓得革命是要同心协力的 一个人难以独成大局 必须要有两个人 三个人四个人 这种共振力才大 好我们今天请郭宝胜牧师 来跟我们聊聊五一共振 来郭牧师你好 麻烦你好吗 好谢谢 观众朋友们 中国发生过很多的大事 尤其去年2017年是 共振爆调为主要的一个 我们看到民主运动的一个主战场 但是到2018年 我认识的一些朋友 提出了五一共振 很多人问我对 五一共振的看法是什么 我当时就说我是乐观其成 因为自从这个共振爆调以来 民间尤其是官方内部人士 对中共体制的这种 怨恨怒恨呢 达到了一个地步 尤其是两会之后呢 习近平称递他取消任期限制 导致天奴人怨呢 导致这个让这个希望体制成为过界老鼠 人人喊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的一些海外的朋友们 他们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现在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的激化 现在我们要从已经明白这个事情 我们要走向街头 我们要行动了 不能光明白这个事情就完了 明白真相 解释真相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明白真相之后 知道这个体制是罪恶的 这个共产党是邪恶的 那我们要抬取行动呢 来把它给震撼 来把它给推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爆发了一个五一共振的这个念头 五一共振的这种思路呢 跟茉莉花革命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茉莉花革命呢 也是通过这个互联网上 首先发布消息 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地点 然后大家运集到那里 进行一个群体型事件 在中国2012年的茉莉花事件呢 我也算这个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因为当时 第一个发布在北京麦当劳 下午两点聚集的那个推特 那个是叫秘密书顿的 一个推特发出来的 发出来之后呢 我在第一时间看到 我就马上就转 转的时候 那我的推特呢 也就几百个上千个人在转 那个一周之内 我这个推特就不能用了 那是2012年的事情 现在这个共产党呢 他也采取茉莉花革命的 很多的方法啊 他觉得这个发起人 就起码放出这个消息的人呢 在海外是相对安全 因为你在国内发起这个消息呢 肯定会比赚 在海外发起消息 作为一个策划的中心呢 这个是成本相对降小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在海外发起的话 也承担一个道德压力的问题 就是说你自己 不上国内去棍政 你为什么要在海外 搞这个是不是叫别人 去流血牺牲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确实是减入了 这个他的道义的力量 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由海外通过这个互联网来发布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成本最小最有效 跟茉莉花革命差不多的一个措施 也正是因为这些发起人 考虑到这个道义责任的问题 他们就是呼吁国内的人呢 上街的时候不要喊口号 不要打横幅 然后人只要聚集就行 但是这个就减弱了抗疫的力量 那很多人就说 那我坐在地铁里也共振啊 一大堆人 我在广场上散布也共振啊 所以就说这样一种模式呢 确实在考虑到这个 人民穷重的参与者的代价的情况下 减弱了这个爆料对中共 不是共振对中共体制的这种威慑力 所以这个共振呢 他们也提出5亿完了之后 我们还有7亿还有这个10亿 也就是为他以后发动事情呢 埋下了一个伏笔 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 真正的群体性事件呢 很多时候呢都是偶然的 你提前规划的很多事情呢 并不能心想事成 因为你提前规划好之后 中共它也知道 它采取各种的办法 天罗地网来压制 像这次5亿的话 确实也有很多人上街 但是那些人呢 很快就给抓起来了 但是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段友们 他们开着车 在广播电视局 在政府前面鸣笛 那陈坚上网站的车 在那里聚集啊 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 抗议的一个新的形式 这个是他们发起 共证的人没想到的 而且是因为段友啊 这种抗议 他没有提前的一个策划 所以呢 他反应成功了 当然提前的组织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要将共证呢进行下去 最关键是 并不一定我们提前规定 时间和地点 我们要做好准备 就组织的准备 像段友 这个是他们通过段子 这个视频节目啊 他们在全国呢 形成了段友会 在每个城市基本上 都有它的段友会 而且有很多的线下的这些活动 他们聚集起来 经常就一些问题啊 发表看法进行交流 然后某一个时间点到了 他们就冲上街头 所以就是说 这样一种组织的建设 还有这个具体的 群体性事件的发起啊 这个抗议啊 这些的一个 事先的一个演练呢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至于这个时间定点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事件的偶然性 来逐步来得到这个验证 最关键的 我觉得共证呢 告诉人们就是说 我们除了爆料之外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爆料它是结实真相 但是爆料完了之后呢 我们了解真相之后 我们不是在那坐等啊 结实真相传播真相非常重要 但下一步我们要走上这个见头 我们要通过体制的整个运作抗议啊 或者是各种政治组织的一种斗争啊 最后导致啊 这个中共专制体制的这个改变 那些邪恶的人下台 这实际上是共证呢 说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我跟他们的主要的一些负责人呢 在他们没有发起共证之前 他们也就说了 他们就说文贵爆料之后 我们现在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上街 怎么样古东人上街 怎么样自己上街 怎么样通过上街抗争 那是专制能够瓦解 就是Freedom is not free 这个在台湾的历史上表现得非常清楚 最近几天我去台湾历史博物馆 就看到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下 台湾的民众的抗争抗议事件 分歧运用 但是呢 正是因为这种前迫后继的民间抗议活动 终于是讲经国威权体制 他不得不透诉 加上国际的压力 他不得不解除戒严 不得不停止这个戒严法的逝世 所以说台湾的民主自由 更大程度上是民众的抗争来得赖的 当然也有国际的压力 当然也有国际的压力 所以说台湾的民主自由 对民众的抗争 民众走上街头 民众的有组织化 对中共威权政治 对蒋介石威权政治 对中共专制暴政的群体性的抗争啊 具体的行动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好我想这点 还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解释一下段子 段子是不是来自相声的这个段子呢 你讲了这个段子是不是 因为我们听到段友或是段子 我们台湾人是听不懂 可以麻烦您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对 段子呢在中国是一个俗语啊 就是一个表演的一个节目的一个段落 中国还有个俗语叫黄段子 就是说了一段黄色的笑话 他们叫黄段子 然后呢 因为中国的现在电视电影啊 都没法看 都是主权力 都是歌颂习大党 歌颂共产党的 所以年轻人很不喜欢那些政治的说教 政治的主权力 所以他们采取这个自己自拍视频啊 这个很多的节目在网上他们发出来 有一个视频节目就叫段子 然后段子这个视频节目呢 不断的放一些这个段友们 他们自己拍摄的短视频大概几分钟 就是10分钟或者5分钟 甚至2、3分钟 那些自拍的一些节目很有趣 当然这种轻微的这种成人笑话 黄色带着黄色的那些东西也很多 就反正非常搞笑的 也有一些粉丝这个社会现实的 这些东西呢大家喜闻乐见 这个全国方位那些年轻人 各种人呢都在看这个段子 最后呢这个频道节目是越来越好 然后在全国呢形成很大的一个热力的反响 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段友会 就是各地呢就喜欢段子这个频道的人 最后形成了一个他们的聚集段友会 然后这个段友会的特色呢 就是全国都有 而且每个城市呢可能有几千人上万人 而且他们经常有线下的活动 所以线下活动很重要 因为线上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人是不是狗 线下一聚会呢有了更加亲密的关系 而且搞什么事情呢 都更加有相互的信任 所以呢段友会实际上是把线上的 这种力量的凝聚变成一个线下的 有组织的行为 所以因为他这个节目呢 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 跟中共的主旋力不符合 甚至作对的一些东西 所以中国的广播电视局 一夜之间下令停播 把这个段子直接给查封了 这个查封之后呢 中共当局呢绝对没有想到 因为他们以前查封过很多的报纸啊网站 查封了之后 只能是带宰的羔羊啊 被宰杀的羔羊 也一句这个反抗的语言都没有 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 当他们把段子频道查封之后 大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晚上 就是全国的基本上大中小的城市 所有的这个广播电视局 市政府前面 断友们就在那里聚集 尤其是北京广播电视总局门口啊 有几百条断友们去开车 开着车在那里鸣敌啊 滴滴滴滴滴 已经是表达一种抗议 所以这个几百辆车的聚集啊 就说明他们是个有组织的行为 那其他的地方呢 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说这个断友的抗议活动 成为这个共证发出来之后呢 实际上是外打正着吧 当然这个不是共证策划的 是他们自己自发形成的一个群众上街 抗议中共专制暴政抗议 绞杀新闻洋伦自由的 一个群体性的大的聚集 而且形势非常的新颖 基本上都是些90后 2000后的这些年轻人 而且采取一种 用汽车来游行世卫的新的模式 所以这个是2018年的一个新气象 是是 这讲起来这也算是年轻人的共振 对对对 我在画面上看到他们拿手机 亮着手机在那边再闪一闪一局 这个就是你程如你所讲的 这些都是偶然的 所以共振是随时偶然会发生 对 新兴之火足以燎原 对 它是一个必然性里面的偶然性 这个必然性是 中共专制对中国人民的迫害 而且有这个迫害肯定有反抗 这是一个必然性 这个任何时间随时都可以发生 但是怎么样发生 哪个时间地点来发生 那个就存在一个偶然性 所以在大的这个必然性下面 所以我们知道肯定会发生 而且我们会有意地促成它发生 然后在偶然性里面呢 我们并不一定强制是某一天 某一个地点发生 它会随着某个事件 它突然会冒出来 是是对 所以2017年到2018年 中间还经历过习近平想要当皇帝 所以这个情形一直在改变 而且中国朋友们在国内的 越而越有勇气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几个时代剧轮一直在转啊 那你刚才讲一句话我很认同 就是你爆料是一回事 你要有action了对不对 对 你没有行动的话 这个爆料只是一个爆料嘛 对 而且郭文贵所爆料那些对象呢 每一个都升官了 OK 都继续当下去 所以这对爆料本身 也会有一种某种程度的伤害 好 那这个行动 我就知道你们在东京有一个宣言 下一节可不可以请你来跟我们详细叙述 东京宣言的一些开始的动机啦 目的啦 你们的种种想法好不好 好 各位相信各位朋友 我们下一节我们请郭牧师 来跟我们谈谈很重要的 在东京 比如郭牧师或袁宏兵教授等等 他们有一个宣言 就是要代表一个爆料革命 这种宣言的协调 好 我们马上回来 我也要 我会 老百年 没有 谢谢观看